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還有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今日的日期是2月27號 美軍一名現役空軍士兵 就在2月25號在首都華盛頓的以色列駐美國大使館門前自焚 抗議以色列在加沙地大的軍事行動 美國空軍發現人就證實他送院之後情況危殆,最終不治 自焚者就透過串流平台直播傳情,時長超過一分鐘 美國媒體就確認他是25歲的布希萊爾 他就堅決表示自己不會再參與種族滅絕 為此作出極端抗議行動 事發起當地時間下午大約1點鐘 社交媒體的片段所看到 布希萊爾走起使館區,面對鏡頭自術 講到我的名字叫做阿倫布希萊爾 我是美國空軍的現役士兵 我不會再參與種族滅絕,我將會採取極端抗議行動 但是和人民在殖民者手足,在巴勒斯坦所經歷的事情相比 這些根本就不極端 而我們的統治階級認為這些都是正常的 這位布希萊爾默默地走了半分鐘左右 左手持有一瓶已經打開瓶蓋的液體 他走到以色列駐美國大使館門前 將鏡頭擺起身前,之後走向大門 畫面當中,他伸穿空軍作戰服 將瓶裡面的液體不斷臨在身上 再戴上軍帽,將空瓶扔在一邊 一名疑似保安,兩道問他 先生,我可以幫你嗎? 但是他沒有理會 幾次嘗試點著打火機之後 整個人瞬間被火焰吞噬 報起內爾點火之後 火焰瞬間蔓延到全身 他不斷高呼讓巴勒斯坦獲得自由的口號 伴隨著持續的焚燒 他的聲音也都變成痛苦的叫聲 在火焰當中,站了一分鐘才倒地 畫面當中就響起連串的警報聲 一名便衣警察就用槍指向報起內爾 其他救援人員就紛紛打開滅火筒撲火 現場還傳來被認為是警察的聲音 高呼,我不需要槍,我需要滅火筒的 華盛頓警方就表示 報起內爾事發之後被送院 傷勢危殆,其後不治 警方派出爆炸物處理小組搜查現場 處理可能是與他有關的車輛 不過就沒有發現其他疑似爆炸物 事件當中沒有其他人員受傷 事發的影片已經在社交媒體下架 以色列駐美國大使館發言人就表示 使館方面並不認識這一名男子 報起內爾自焚之際 以色列軍隊就正計劃進攻加沙南部城鎮拉法 加沙地區衛生部門就表示 去年10月新一輪巴爾衝突以來 以軍起加沙地區的軍事行動 已經造成29,600名的巴人死亡 其中三分之二是富裕 另外還有接近7萬人受傷 以色列駐美國使館一直是美國當地 親巴示威抗議的焦點 在去年12月一名親巴勒斯坦抗議者 就在亞特蘭大的以色列駐美國領事館外面自焚 事件造成自焚者以及一名保安受傷 這一則事件固自然表面上就是看到 一個現役士兵極端行動去抗議這個 以色列的行為 另一部分也都令到我好奇的是 這一名美國空軍現役士兵 他伸穿軍服去作出這些極端行為 他伸穿軍服應該是對自己參軍是有個自豪感的 但是沒有想到參軍之後是要做這些行為 他在當中說到我將不再參與種族滅絕 他在過程當中其實他收到什麼指示 要做些什麼東西呢 這些才是值得大家想一想的 在下則的消息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日前就發布 2023年中國履行加入世貿組織承諾報告 否定中國履行加入世貿組織承諾方面的成績 指責中國經貿體制以及政策對全球貿易帶來巨大挑戰 對此中國商務部世貿司負責人在26日就作出回應 指出這些充分反映了美方的單邊主義以及霸凌行徑 中方對此堅決反對 中國商務部世貿司負責人就表示 中方注意到這一份報告的不實指責 美方無視中國履行世貿組織承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績 外擱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以及改革開放的顯著成就 否認中國對多邊貿易體制以及世界經濟發展所作出的重要貢獻 以毫無依據的無斷標準去指責中國經貿政策 網稱中國的正當貿易措施為經濟脅迫、顛倒黑白 對中方因美方封鎖打壓而採取的應對措施 構上主動脫勾的帽子 無稱中方造成產能過剩 這一點都充分反映了美方的單邊主義以及霸凌行徑 中方對此堅決反對 負責人就指出 加入世貿組織以來 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成員 始終堅定支持多邊貿易體制 實行真正的多邊主義 切實履行世貿組織承諾 立足國情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以及法律體系 擴大高水平制度型開放 全面深入參與世貿組織改革 積極幫助其他發展中成員 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去融入多邊貿易體制 過去一年中方成為首個完成餘業補貼協定批約的發展中大國 引領完成投資便利化協定文本談判 推動世貿組織實質性結束部分全球數字貿易規則談判 所發揮的積極建設性作用獲得各方的高度讚賞 對世貿組織以及全球貿易發展所作的貢獻有目共睹 負責人還指出 近年來美方以美國優先為出發點 違背世貿組織規則 實施單邊貿易霸凌 制定歧視性產業政策 擾亂全球產業鏈、供應鏈 嚴重影響國際貿易秩序 損害世貿組織成員的共同利益 中方以及其他成員已經多次表達關注 在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構已經裁決美國相關措施違反世貿規則的情況下 美方不單止拒絕執行世貿組織的裁決 還令到世貿組織上訴機構陷入貪污 對多邊貿易體制造成嚴重破壞 美方不反思糾正自身的行為 反而就以抹黑、射獲的方式去掩飾開脫自身違規以及破壞的行徑 這些是極不負責任的 我們再次呼籲美方及時糾正錯誤言行 設實遵守世貿組織規則以及自身承諾 和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成員一起 共同維護以世貿組織為核心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 設實為應對全球問題以及挑戰發揮應有的作用 再下則的消息 跟大家吃個花生 港人北上消費成為熱潮 這個都不用多說了 大家都覺得去內地吃玩買 都會便宜些 又或者叫做性價比高些 日前有港男就在連登討論區發想發帖 前陣子女友生日她說去深圳吃東西 我心想正啦便宜的百多元吃個生日飯 省省不少 怎知去到看到價錢嚇咩死我 直接問個朋友借五百人仔頂住先 那我就說到 午餐肉粟米貴過香港幾倍 心想是不是一碟幾K豬這樣上啊 差你份量更少過我平時吃早餐 那埋單見到要二千元 立即辦到吃了太多 要開大 走去再問朋友借多千多元 那我就說今天真是交足智商稅 那最後她就說究竟哪個PK 成日吹深圳吃東西好便好抵 那香港打邊爐平均二百元位任食 下次香港打邊爐算數 那相關的鐵文就引起網民熱議 那一方面就有網民就說 那樓主你要衝大頭鬼又有什麼辦法啊 也都有網民對價格感到驚訝 一人一千元在香港有什麼吃不到啊 那這樣的駕駛鬼上去吃咩 但亦都有人留意到 喂樓主叫的那些食餐單的麵 有些東西都明顯比較貴的哦 那麽你老明 我們不說粗口吧 那那個網民就說 人家吃蝦滑 你就吃龍蝦滑 人家吃養蝦 你就吃花竹蝦 那兩千元還不用加一 你還想怎樣養 亦都有網民仔細看那張單 那覺得你在香港吃 可能真的不像這個價格的 那除此之外 亦都有網民也好奇 喂你兩個因吃那麽多東西 你兩人吃那麽多 樓主加上女朋友 有沒有兩百公斤啊 就是質疑他們 嘩你張單不像是兩個因埋單吃那麽多 那不知道大家又怎樣看了 那這個一餐兩千元 人均一千元消費 是不是 比較厲害 那但是最大的轉折來了 那之後有網民就揭發這一個樓主呢 疑似偷逃作故事的 爲什麽這麽說呢 那我網民就鋪了連結出來 就發現 在另一個Facebook的group 裏面 那應該是原鋪主 他是更加早就鋪了這張照片 和他的鐵紋出來的 那別人的鐵紋呢 就不是說什麽 哎 同女朋友吃飯兩千元而不貴 那些說話的喔 那那個原鋪主呢 是早了大半日 鋪出來 他就說 啊 他都覺得知道這餐是貴一點的啦 那他就說 如果不想只求平價 請妖道啊 這一次呢 開心share 啊 那包括自己都開心啦 那他就評論講到 這一間呢 我絕對會再去的 好掛著個湯底 未開始打 已經喝了三碗湯 兩個因叫的份量是太多的 其實啊 是夠四個因吃的 環境招呼都一流 不過座位好少 必須預早booking 那每樣食材都是選手精選 連配料醬料都特別好吃 不過龍蝦畫就沒什麽特別 下次不會再喊啦 那來到這裏呢 大家看到啦 就是爲什麽又會早一段時間 在另一個facebook group那裏 那裏呢 人家就已經貼了這些相 在說這些話呢 是不是 人家呢 是知道自己吃的餐是貴一點的 但是呢 他亦都開心share 告訴大家 啊 吃了餐好的 去到內地 有便宜有貴 有時可以吃便宜 有時也可以有些高檔一點的消費 是不是 任君選擇 然後呢 Simon 還留意到一件事 就是這個 樓主 就是連登那個巴打 那麼 疑似偷途作故事啦 那麼不單止被人識穿了啦 那麼Simon 還發現呢 就算沒有被人識穿呢 那麼大家 整體上呢 都是罵過連登巴打多的 因為呢 其實有網民都在那個鐵文說的了 即是不說他揭發他 是不是偷途作故事 本身都已經有網民慨嘆 喂這個鋪製店 大部分人都是支持那間店鋪的 即是都是覺得 去內地 消費一樣是有便宜有貴的 這些都是很正常的 封劍尤人啦 那麼這次這位連登巴打 真是 輸到 沒有朋友 真的 好啦 那麼接下來我們看回自己的消息 公立醫院醫護人手短缺問題 有望逐步舒緩的 那麼醫管局主席范紅寧 今天就表示 醫管局在全球及內地 招聘醫生人手的進度非常理想 那麼預計 今年底將會有大約200名的 非本地培訓醫生加入醫管局服務 那麼也都會有大約200名的退休後 獲重聘的醫生繼續留任 那麼他就對醫護人手問題獲舒緩 審慎 樂觀的 都是一個好消息 都叫做逐步舒緩 倒過來簡單說兩句 就是 若果 即是任由那些人 就是 組織 是這樣玩的 那麼你看一下 好像南韓 現在就是 那些政府都想去請多些醫生 結果呢 在任的那些醫生呢 就跟你玩罷工了 不准你請這麼多的醫生 那麼這裏是 哪一個利益呢 那些在任的醫生 就想物以罕為貴 你請多了人 那些人工就下降 那你這些人到底 有沒有好的醫療服務呢 那些醫生未必想那麼多 再下則的消息 廣平纜車在去年的旅客量達到138萬人次 日軍有超4200人次到訪 較前年增加1.5倍 整體客量恢復到疫情前的大約95% 廣平360的董事總經理劉偉明就表示 去年11月加票價之後 今年內都沒有計劃再加價 強調會先提升服務 以及市集的設施 在去年2月全面通關之後 海外旅客陸續歸來 當中內地以及短線亞洲市場的復甦較為明顯 令到昂平360的客量總數恢復至疫情前的九成以上 政府推出多項推動旅遊業發展的措施 包括陝西西安以及山東青島納入自由行城市 以及有消息就指當局有意每月在維港舉辦櫻花活動等 劉偉明表示歡迎所有能夠吸引遊客的措施或活動 又認為政府應該進一步善用天然資源 豐富大嶼山的旅遊體驗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到最後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記得留言讚好和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拜拜! jazz 我們下期再見 cabe 按